我做了一款Code插件,成功了 我最近给大家做了一款Code插件 就是能在线修改直播安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我弄动了很久 年后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出视频 就是为了这个插件 可能对于会编程的朋友来说 我这个插件应该很简单 但对于我这种没有编程基础来讲 这算是我的极限 做这个插件的起因 是因为之前的一个玩法 跟我一直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之前分享直播安的玩法的时候 有一个玩法就是在线修改直播安的玩法 那个可以极大的方便一些朋友 对于在线直播安的修改 原理就是利用开源代码网站 马云的代码仓库 来作为在线直播安修改的渠道来操作的 不过后来有一些朋友跟我反规说 马云经常把他的直播安删掉 我自己倒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想你们是不是放了一些违规的直播安 至少我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大家说的 直播安被删掉的问题 不过这也给我提了个醒 以后在线修改直播安的玩法 普及的越多 可能像国内这种平台 限制条件可能就越多 所以我就有个想法 是不是能帮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 在局域网内搭建一个 类似的在线直播安修改的网页呢 最好还是Code也可以直接运行的 这样就不用额外增加设备了 基于这个想法 我才开始做这个插件的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吧 我用Python把这个插件做出来了 下面我就说一说我做的这个插件的功能 第二功能就是最基本的提供一个网络地址 你可以把你收集整理的属于你自己的直播安文件 上传到我这个插件当中 然后我这个插件就会提供一个网络地址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地址 复制到IPTV插件当中 这样就可以识别了 电视节目的频道logo桶里 也会提供一个盆键夹的地址 让你使用 第二功能 你可以像之前我分享的在线直播安的玩法那样 在网页直接对你的直播安进行修改 这个功能 我其实已经折腾了很久了 期间我掉进多少坑 我就不提了 你用就是了 第三个功能呢 那既然已经做了这款Code的插件 那我就送佛送到机 你不用手动复制直播安地址 到IPTV插件当中 我这里做了一个映射的按钮 你只需要在相应的项目那里点击映射 就可以直接把你的直播安地址 复制到IPTV插件当中 然后你重启一下IPTV的插件 就可以正常识别了 基本就这三个主要功能 我想目前应该能够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了 太多的功能呢 我还没有这个能力给大家开发 下面我就实际操作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插件 首先安装插件就是常规操作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 你需要看一下设置 这里我只给大家开了一个设置的选项 就是端口的设置 主要是为了防止跟别的服务有冲突 如果你在启用这个插件的时候 出现这个错误 那就说明你设置的端口被占用了 需要换一个 我这里设置的是8090 尽量避开了端口冲突 不过如果有冲突 你就需要自己换一下端口 换完端口号 记得要重新启用一下这个插件 注意哈 禁用和启用插件的时间间隔要大一些 至少要有5-10秒的间隔 要不然服务器还没停止 你就启用了 就很容易爆端口冲突的错误 如果你要卸载重装这个插件的话 你需要卸载完插件之后 重启一下设备 一般才不会出错 这样设置插件方面的内容就完事了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插件了 怎么访问呢 直接在浏览器输入你Code所在的IP 加上插件设置的专口 就可以访问我的这个插件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进行相关的操作了 比如删除直播源 或者修改直播源 还有映射直播源 这些都是可以操作的 我也提供了频道logo的文件夹地址 这里要注意哈 这里的上传文件 我设置的是 你需要上传的是文件夹 而不是文件 而且这里不能有子文件夹 子文件夹不会被上传的 比如这样的格式 不会上传这个文件夹 你要单独上传图标的话 可以点击进去 然后在这里进行上传 这样就行了 映射的话 为大家看一下实际效果 是能直接体验出来的 你只需要点击映射 IPTV插件的设置就会直接被修改的 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这里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 映射电子节目单的一个按键 你点击之后 就会出现一个 让你填电子节目单网址的选框 一般大家用我分享的这个默认地址就行了 直接确定 就可以把这个电子节目单的地址 映射到IPTV插件当中 这个电子节目单 之前我也分享过 是国内大臣免费维护的一个网址 非常不错 别的就没有什么太多需要介绍的了 你们自己试一下 应该就能上手了 这些都是我一点一点折腾出来的 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最后我要说一下 以后呢 直播研资源的这一块 可能我不会再进行分享了 毕竟现在用我分享出来的直播研的人太多了 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所以方法我都教了 大家就自行搜集整理吧 用Code的朋友呢 可以用我的这个插件来管理和使用你的直播研 关于这个插件的话 可能还会有很多bug 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哈 毕竟我不是科班出身 会已经尽我最大的数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视频对你怎么中 还请多多的点赞分享和工作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最大的 感谢支持 我是南风 我们下期见 拜拜